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假象快乐》一书中第二章的金句摘录 希望对你的人生有所启发 成功人士具有的第二个性格要素就是理智冷静的性格 具备理智冷静性格的人是和自己情绪感觉充分在一起的人 不会担心自己一旦情绪失控而影响到生活 因为他们懂得驾驭、协调和管理自己的情绪 做情绪的主人而不做情绪的奴隶 让情绪为自己服务 真正有益的情绪就是友善、安宁、平静以及镇定 在完全轻松、安静、泰然的状态下 一个人不可能感到恐惧和愤怒 也不可能感到焦急不安 因此,我们不妨随时清理情绪 这样可以去掉以前的坏情绪 生活中,有很多烦恼都是我们自找的 是自己捆住了自己 好多人都这样假设 假如变成这样要怎么办 假如变成那样又会如何 这样做会不会变得更差呢 有时我们也会不自觉地为些芝麻绿豆小事烦恼 而且常常抓不着头绪的往坏处想 自询烦恼只有百害而无一例 再怎么样的忧虑都无法解决任何问题 只会让自己心情不好 想法更消极而已 可是为什么许多人仍然会不经意地自询烦恼 这主要是性格使然 也有环境因素的影响 烦恼的情绪一旦出现 我们便不由自主地陷入到更多的烦恼中 整个人都心神不宁的 每个人都有七情六欲和喜怒哀乐 烦恼也是人之常情 是人人都避免不了的 但是由于每个人对待烦恼的态度不同 所以烦恼带给人的影响也不同 通常人们所说的乐天派和多愁善感情 就是明显的区别 乐天派的人通常很少自找烦恼 而且善于淡化烦恼 所以活得轻松愉快 活得潇洒 而多愁善感的人喜欢自找烦恼 一旦有了烦恼就忧愁万千 千长挂肚 离不开 扔不掉 成天长虚短叹 其实人生大多数烦恼都是自找的 本来就没有烦恼或者不需烦恼 在成功的路上 很多人的失败 其实并不是缺少机会 或是资历浅 而是缺乏对自己情绪的控制 愤怒时 不能遏制怒火 使周围的合作者望而却步 消沉时 放纵自己的萎靡 把许多烧纵即时的机会白白浪费 一个人要想实现自己的理想 不能随心所欲 感情用事 对自己的言行应有所克制 这样才不致助成大错 哪怕是对自己一点小小的克制 也会使人变得强而有力 德国诗人哥德说 谁若游戏人生 他就一事无成 不能主宰自己 永远是一个奴隶 要主宰自己 必须对自己有所约束 有所克制 怎样才能培养自己过人的自制力呢 一 尽量保持理智 对事物认知越正确 越深刻 自制能力就越强 比如 有的 人遇到不称心的事 动辄发脾气 训斥谩骂 而有的人却能冷静对待 循循善诱 以礼服人 为什么呢 古希腊属学家 毕达哥拉斯说 愤怒已愚蠢开始 以后悔告终 二 培养坚强的意志 前苏联教育家马卡连科说过 坚强的意志不但是想什么就获得什么的本事 也是迫使自己在必要的时候放弃什么的本事 没有刹车就不可能有汽车 而没有克制也就不可能有任何意志 因此 反过来也可以说 没有坚强的意志就没有自制能力 坚强的意志是自制能力的支柱 意志薄弱的人 就好像失灵的门 对自己的言行不可能产生调节和控制作用 三 用毅力控制爱好 一个人下棋入了迷 打牌 看电视入了迷 都可能影响工作和学习 毅力可以帮助我们控制自己 果断地决定取舍 常常遇到这样一些人 嘴上说要戒烟 但戒了没几天就又开始抽了 什么原因呢 主要就是缺乏毅力 没有毅力就没有果断性和坚持性 自制的效率就不高 可见 要具有强有力的自制能力 必须扮以顽强的毅力 我们必须有正确的人生态度 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 面对同样的环境和遭遇 人的情绪反应有很大的差异 正确的人生态度 能帮助我们调整看问题的角度 帮助我们想通许多问题 缓解不良情绪 培养积极 健康的情绪 具有宽广的胸怀和豁达的心胸 是保持积极 乐观情绪的基本条件 那些在情绪上容易大起大落 经常陷入不良情绪状态的人 几乎都是心胸狭隘的人 如果能扩大自己的生活面和知识面 在精神上充实自己 为丰富多彩的生活所吸引 不计较眼前得失 心胸自然就会豁达起来 情绪也不会如此波动了 要热爱生活 学会调节人际关系 对生活缺乏情绪的人 或是人际关系不良的人 精神上没有寄托 思维不安定 情绪就不稳定 容易产生神经质 反之 一个热爱生活 并具有良好人际关系的人 就会在自己的身边 形成一个相当和谐 融洽的氛围 这种氛围反过来 从客观上又促进了自己 使自己心情舒畅 身心健康 愤怒情绪会阻碍自己的发展 一个有所作为者 是不会让愤怒情绪所左右的 承受痛苦压抑了人性本身的快乐 但是成功往往就是在我们承受 常人承受不了的痛苦之后 才会在某个方面有所突破 实现最初的梦想 可惜 许多时候 我们总是刹那一点点 因为一点点的不顺而怒火中烧 这也正是很多年轻人的缺陷 一点小事都承受不了 最后的结果只能是丢了自己的工作 人生一世 草木一春 短短的几十年人生 何不让自己活得快活一点 潇洒一点 何必整天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发怒呢 如果遇到重伤或误解的事 气量大一点 庄庄糊涂 别人生气我不气 一场是非之争 就会在不知不觉中消失 我们也落得潇洒 而等到最终水落石出 我们还会得到他人的敬重 现实生活中 让我们发怒的事是随时可能发生的 但作为一个头脑冷静的人 为了更顺利的 平静的生活和工作 理智的处理各种不愉快 就需要控制愤怒 如果不忍 任意的放纵自己的感情 首先受到伤害的是自己 愤怒到极限时 最容易导致理性的丧失 说出本来不该说的话 做出本来不该做的事 所以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不要轻易发怒 放松自己 远离焦虑症 焦虑症是指持续性精神紧张 或发作性惊恐状态 常伴有头梁 胸闷 心悸 呼吸困难 口干 尿贫 尿疾 出汗 震战和运动性不安等症状 焦虑是无明显原因的恐惧 紧张发作 并伴有自主神经功能障碍 和运动性紧张 焦虑症的病前性格 大多为胆小怕事 自卑多疑 做事思前想后 犹豫不决 对新事物及新环境不能很快适应 发病源因为精神因素 如不能适应紧张的环境 遭遇不幸或难以承担比较复杂而困难的工作等 焦虑在正常人身上也会发生 这是人们对于可能造成心理冲突或挫折的某种特殊事物或情境做出反应的一种状态 改变自己的态度 以正面的角度看待事物 危机也可能是转机 保持乐观 缺乏信心时 不妨以过去的成就与莫来的美好前景鼓励自己 在感到焦虑的时候 可以按摩肌肉以缓和肾上腺素的分泌 按摩太阳穴疏解疼痛及松弛颈部的肌肉 此外还要积极参加休闲活动 包括听轻松音乐 打球 跳舞等 都能迅速减轻焦虑 充实自己 从空虚状态中解脱出来 在生活中 空虚往往会在不经意间侵袭人的心头 有空虚感的人 起床后觉得今天也不过如此 明天也不过如此 也许以后都会如此 从心理学的角度看 空虚是一种消极情绪 被空虚所沉积清洗的人 无一例外的是那些对理想和前途失去信心 对生命的意义没有正确认知的人 他们或是消极失望 以冷漠的态度对待生活 或是毫无朝气 欲人欲事便摇头 为了摆脱空虚 他们或抽烟喝酒 打架斗殴 或无目的的游荡 闲逛 但逆于某种游戏 之后 却仍是一片茫然 无味的消磨了大好时光 我们在生活中该怎样摆脱空虚感呢 摆脱空虚感可以采用以 五种方法 一 调整需求目标 空虚心态往往是在两种情况下出现的 一是胸无大志 二是目标不切实际 使自己因难以实现目标而失去动力 因此 摆脱空虚必须根据自己的实际情 旷 及时调整生活目标 从而激发自己的潜力 充实生活内容 二 求得社会支持 当个人失意或徘徊时 特别需要有人给予力量和支持 予以同情和理解 只有获得社会支持 才不会感到空虚和寂寞 三 博览群书 读书是填补空虚的良方 读书能使人找到解决问题的钥匙 使人从寂寞与空虚中解脱出来 读书越多 知识越丰富 生活也就越充实 四 忘我的工作 劳动是摆脱空虚极好的做法 当一个人集中精力 全心全力投入工作时 就会忘却空虚带来的痛苦与烦恼 并从工作中看到自身的社会价值 使人生充满希望 五 目标转移 当某一种目标受到阻碍难以实现时 不妨进行目标转移 比如从学习或工作以外 培养自己的业余爱好 绘画 书法 打球等 使心情平静下来 当个人有了新的乐趣之后 就会产生新的追求 有了新的追求 就会逐渐完成生活内容的调整 并从空虚状态中解脱出来 迎接丰富多彩的新生活 当你遇到无法逾越的障碍时 不妨换一种方式 这就像面对一扇打不开的门一样 换一把钥匙 希望之门或许就会为你敞开 生活中 我们常常把那些头脑不开窍 不知变通的人 称作性格和情绪上的偏激 严重的偏见会为我们的生活 带来不必要的困扰 还会阻碍我们的进步和发展 其实走出这种偏激 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只需要变换各方向就行 要克服一页帐幕 不见太删的偏激心理 最好的方法是对正下药 理复自己的知识 增长自己的阅历 培养辩证思维能力 全面灵活 完整的评价事物 冷静 客观的看待问题 同时 多参加有益的社交活动 培养勇敢 顽强 坚韧 机制 果断 团结 互助等良好的意志品格 有效的增强自我控制能力 此外 还要掌握正确的思维观点和思维方法 不放纵 迁就自己 说话 做事多冷静思考 这样才能有效的克克服偏激心理 如果想摆脱忧郁 改变自己的命运 那么不妨根据自己的的情况 试试以下三种方法 一 合理安排日常生活 忧郁的人对日常必须参与的活动 常常会感到力不从心 因此 我们应对这些活动进行合理安排 以使他们能一件一件的完成 二 换一种思维方式 对抗忧郁的方式 就是有步骤的制定计划 尽管有些麻烦 但请记住 这正是在训练自己换一种方式 靠 如果腿断了 我们将会逐渐的替伤腿加力 直至完全康复 有步骤的对抗忧郁也必须是这样的 现在尽管令人厌倦的事情没有减少 但我们可以计划做些积极的活动 及那些能为自己带来快乐的活动 例如 如果我们愿意 可以坐在花园里看书 外出访友或散步 有时 忧郁的人不善于在生活中安排这些活动 他们把全部的时间都用在痛苦的挣扎中 想到衣服还没洗就跑出来 便会感到内疚 其实 我们需要积极的活动 否则 就会像不断提领银行的存款 却不储蓄一样 积极的活动相当于我们银行里有存款 哪怕我们所从事的活动 只能为我们带来思思快乐 我们都要告诉自己 我的存款又增加了 这样 我们就会拥有一个良好的心态了 3. 豁达的人生态度 在漫长的旅途中 失忆并不可怕 受挫折也无需忧伤 用豁达的态度去迎接它 把艰难险阻当成是人生对我们的另一种形式的馈赠 坑坑洼洼也是对我们意志的魔力和考验 有了这种思维 才不会终日郁郁寡欢 才不觉得人生太压抑 懂得了这一点 我们才能挺起刚进的脊梁 披着温柔的阳光 找到充满希望的起点 当我们忧郁的时候 跳出圈外 找出造成某一事件的所有可能的原因 会对我们有较大的帮助 我们应当学会考虑其他可能的解释 而不是仅仅责怪自己 我们的生活中 学会善于克制自己 才有可能走向成功 拥有完美无憾的人生 人生中93%的烦恼都是自找的 因为它们只存在于自己的想象中 根本就不会出现 烦恼就像一张无形的大网 藏在人们心里 一步留神 它就会出来夺走我们的快乐和好心情 所以千万不要自寻烦恼 也不用今天就急着解决明天的难题 因为人生每天都有功课要完成 所以还是先努力完成你今天的功课吧 希望以上内容对你的人生有所启发与帮助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便及时收听最新内容 如果你喜欢本集内容 请分享它 并欢迎留下评论 感谢你的支持并帮助我们 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CocotionZone.net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